呦呼 东莞到佛山 赚不赚钱无所谓啊 状态必须搞起来 现在出发去 赚货 到了地方才知道这装的是一车的倒车货 而且这一车的货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报废手机屏幕后面的那一块小小的钢板 刚刚老板说了一个数让我非常的惊人了 你们猜一下他一年要猜多少手机啊 我们听一下老板是怎么说的 你听说我一年要猜多少吗 是的 你没有听错啊 他就是说了一千吨的手机啊 大家可以猜一下 一千吨手机等于多少台手机啊 反正我是猜不出来啊 看一下评论区里面有没有大神可以猜出来 这一票货 装货倒是挺快的 20来分钟 因为装的是散货 是在东莞这边的老板 卖到佛山那边的 所以说装完货之后 我们需要找个地方去过半 这样的话双方就知道卖了多少以及卖了多少 我以为要跑很远的地方才有半 结果老板说了 出门又拐不到200米的地方 就是过半的地方了 现在我们直接过去就行了 发货这边的老板倒是挺谨慎的 到了半这里 他让我这个不到100斤的人也得下车 他说话太重了 去到那边人家核算数目不对的话 到时候出现了纠纷就不好了 所以说咱们只能下手等待 过完这个数据就可以发货了 全程不到两分钟 现在半已经是过完了 刚刚他们简单交代了两句 因为这批货有两种 到那边跟他卸货的人说就知道了 所以说现在咱们把门关上就可以出发了 全程的话大概150公里左右吧 昨天50公里跑了三个小时 今天估计这150公里的话也是要跑三个小时 这才是正常的时间嘛 因为今天是周六 再加上我是在深圳等单的原因 我本以为今天我可能不会开单了 但是啊 就在我打算要放弃的时候 就突然蹦出来这么一单 而且还是往博山那个方向走的 所以说啊 我到最后一刻千万不能放弃啊 荒湿米二也马上一个月了 这一个月以来的话 让我明白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咱们做这一行的 心态一定要好啊 心态不好的话 真的很容易影响到身体啊 所以说接下来我每天不管有没有单干 咱们心态一定要正确啊 兄弟们 干就完了啊 这一路过来 让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就是下雨了 不过好在我这一趟货 它是不怕雨的 因为我装货之前就已经跟货主沟通过了 我说我这个雨不可能会漏点水 他说没事 你大胆来装吧 只要不是拼命的漏就可以了 所以说咱们就大胆的往前走 昨天50公里开了三个小时 今天150公里也是三个小时 哎呀 这顿货终于是送到地方了 这一路过来真的是心惊胆战的 因为拉的还还好 不是很重 但是下雨路很滑的 一路过来看到两个交通事故了 安全送到目的地给你们看一下 到这边是搞这种 类似铝啊 杆的这种回收的 老板的话已经在后面卸货了